我们看到的牙膏广告一般印象中都是把牙刷牙膏挤满牙刷 很多人以为说这用量要大才会刷得干净 其实这根本就是错误的观念 牙膏用的越多化学物质经由口腔粘膜进入人体 不但有可能会造成味觉的迟钝 其中的研磨剂还会把牙齿表面的法郎值给磨掉 而牙医师说其实刷牙呢 牙膏的用量只要一颗绿豆大小就够了 事上广告影片挤牙膏总是从刷头的最前端挤到刷头尾 因此很多民众在刷牙时也都跟着做 也以为牙膏用的越多就可以刷得越干净 八分八分八分吗 对对对 我怎么会用那么多 刷比较干净吧 其实这样做一点都不正确 反而让牙膏里不健康的化学物质 透过口腔粘膜进入人体 看开牙膏的成分 洋洋洒洒的化学专业名词 看了是补萨洒 其中不可少的添加物就是界面活性剂 这种成分也会加在洗粉和洗法精里面 业者如果用的活性剂是碱性 长期下来就会造成味觉的迟钝 假设你是用碱性那一块的话 会有这一个关系 会比较说你觉得顾的顺小的肉 你要用中性的活性剂 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每一家的配方会不太一样 牙膏的必要成分 还有磷酸钠或磷酸钙 其实就是研磨剂 作用是清除牙构洗涤效果颇强 不过民众刷牙经常很大力 眼磨剂就把保护牙齿的法郎值给磨掉了 而更令人讶异的是 有了牙膏还含有硝酸钙 化学专家指出 硝酸物质如果发生持变 会产生亚硝酸盐 而大家都知道这是致癌物 那牙硝酸钙对人体来讲是一个不好的物质 所以基本上是不应该添加这个物质 建议举利多半的大小就可以了 如果你挤太多 其实第一个清洁效果也不好 第二个比较容易产生物质的现象 牙医师说刷牙挤牙膏真的不用多 用量其实只要一颗绿豆大小就够了 挤太多等于在挤牙的同时 把一大堆的化学物质 施下肚一点也不健康 毕竟从刘宜清高雄报道